你好朋友,你好朋友,你好朋友,是时候说你好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说故事时间,我是明卫 现在已经四月份了,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到处都开满了花,在草地上,在树上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讲关于花园的故事 小朋友们来看一看这些都是我收集到的野花 这个呢,是有着四片花瓣的,像小猩猩一样的粉红色小花 这个呢,一团一团的,也非常的独特 这个更特别,它的这个花呢,长得像一个盖子打开的容器一样 这个黄字的是蒲公英的花,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很多的花瓣 其实有空小朋友们可以数一数,它有150到200片的花瓣 不知道小朋友们的花园里都种了什么呢?有什么花?或者什么蔬菜呢? 接下来我们要念的书叫做《种彩虹》 每年妈妈和我都一起种彩虹 秋天,我们买了一些球根植物,并把它们种在土壤里 球根植物,有的看起来像洋葱形状的,它们是灵精 有的是块状的,像土豆那样的,它们是根精 我们种了橙色的虎皮百合灵精,红色的郁金香灵精,橙色的郁金香,黄水仙,蓝色风杏子,藏红花球精,紫色有燃鸢尾根精 接着我们看着产品目录,又订了一些喜欢的种子,等了整个冬天那么长时间 春天到了,土壤也变得暖和起来,球根发芽了 接着,我们去卖花的商店选择了一些幼苗 我们把种子和植物幼苗种在土壤里 就这样看着彩虹长啊长,一直长,一直长 我们收获了红色的花朵,有郁金香,康乃鲜和玫瑰 还有一些橙色的花朵,有橙色郁金香 百日菊,虎皮百合和樱塑花 黄色的花朵在绽放,有橱菊,金斩花和黄水仙 我们还种了一些绿色的植物,比如一些蕨类植物 还有一些蓝色的花朵,有千牛花,飞燕草,风杏子和史车菊 也有一些紫色的花朵,番红花,福禄烤花,鸢尾花,紫罗兰,紫碗和三色景 整个夏天,我们把七彩的花朵摘下来,带回家里插成花束 在夏天结束后,我们就盼着明年再来种彩虹 春天是一个适合种植各种植物的季节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对了,这就是我们平常吃的洋葱 它是一种球根类的植物,刚才那本《种彩虹》里说的那些黄水仙呀 还有郁金香啊,如果你要种它,你买回来的球根就是这个跟洋葱很像的这种球根 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年种下的一些,用种子种下的一些花 它这个是Xenia,就是百日菊,而这个是Morning Glory,就是切牛花 那我们今天就来种这个洋葱和这个切牛花 现在呢,我们就来种这颗洋葱,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挖一个跟它差不多大小的洞 然后把它放进去,然后呢,再用土把它盖上,盖到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浇上水 这样就种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切牛花的种子长的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呢,就来先种这颗黑色的种子洞 出一个浅浅洞,然后把种子给放进去 然后呢,薄薄的盖上土 把它盖上 然后呢,浇上水 就完成了 大家一起在后院里种点东西吧 刚才我们看了人们如何在自家的院子里种植各种花草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野外里花草是怎么生长的 首先呢,我想让大家来看一看这些种子 都是我在野外里收集来的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对了,这个有很多小刺刺的种子呢 就叫苍儿 它就是有一次在野地里 它用小刺刺扒在我的衣服上回家才发现的 那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种子吗? 对了,这就是橡石 就是橡树上掉下来的果实 各种不同的橡树会解除大小不一样的橡石 如果呢,它落在适合它生长的土壤环境里 它就能长成一棵大大的橡树 那这个是什么呢?有人认得出来吗? 对了,它就是桃核 就是桃子中间你吃掉肉以后剩的核 这是我从一棵桃树下面捡到的桃核 它应该是去年结出来的桃子掉在地上 然后最后呢,就变成了这样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就是非常常见的普攻 它上面有一两百个小种子 我们拔下来一个可以看到 大家就说它长得像橡树伞一样 上面的这个毛茸茸的部分就可以帮助它飞行 下面这个棕色的部分呢,就是它的种子 最后想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对了,它就是一个松果 我呢,把它掰掉了这两片壳 所以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松果的中间呢,就有这样并排的两粒松子 这个种在适合的土壤里 它也会长成一棵大大的松树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手指摇 叫做花园里 小朋友们伸出小手和我一起来做吧 在小小的花园里画个小小的长方形 挖呀挖呀挖 种小小的种子 发小小的芽开小小的花 在大一点的花园里 挖呀挖呀挖 种大一点的种子 发大一点的芽开大一点的花 在大大的花园里 挖呀挖呀挖 种大大的种子 发大大的芽开大大的花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 我们再来做一遍吧 在小小的花园里 在小小的花园里 挖呀挖呀挖 我希望小朋友们带着一个问题和我一起来读这本野地上的花园 那就是种子们是怎么旅行的 是怎么从一个地方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去寻找适合他们生长的土壤环境的 野地上的花园 农夫和他的孩子在园子里种东西 他们把小小的 胖胖的 圆圆的 或是椭圆形的种子 种进土里 种子长大后 会变成南瓜 豌豆 胡萝卜 和卷心菜 在野外的草地上 也有很多种子 会发芽长大 只不过这些种子 并不是农民种植的 风把种子吹散了 吹远了 吹得到处飞舞 飞进阳光里 越飞越高 飞到田野的另一头 一群金色和黑色的身影 飞进了草地 啄 啄 啄 一群金翅雀在空中滑行 在花丛间跳跃 把寄草的种子摇落到地上 有些种子则随着鸟儿的粪便 掉落在草地的另一端 五号的阳光下 金雀花的豆芽晒得又干又烫 豆芽里的种子摸摸 像爆米花一样弹了出来 弹到这里 弹到那里 摸 弹得好远好远 弹到一个更宽缓的地方 可以好好长大 稀里里哗啦啦 雨滴落在满是灰尘的树叶上 雨滴拍打在干燥的土地上 把种子冲刷到草地上的新家 河流也会带着种子一起去旅行 咕噜咕噜 小鱼张开嘴吞下几颗种子 有些种子被冲到岸边 明年春天 柳树的心芽就会从你地里冒出来 一只兔子躲在高高的草丛里 一会儿咬一口草叶 一会儿啃一口湿草的金感 咬呀咬呀 跳 跳 又有种子掉到地上 一只饥饿的狐狸在一旁注视着 它轻轻滑行过苍儿草丛 匍匐着爬进野胡萝卜花间 种子沾上了它的毛大衣 黏上了它的白尾巴 然后 纵身一跳 种子被甩得到处都是 夏夜的月光里 一 二 三 四 四张戴着面具的脸 四条黑白相间的尾巴 浣熊一家正享用着黑莓大餐 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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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漫步回家时 也把黑莓和里头的种子带了回去 明年春天 到处都会长出黑莓带刺的金感 咕咚 咕咚 一棵橡树的果实掉下来了 啊 又一棵 快呀 快呀 松鼠把它们埋起来 再去找更多的果实 冬天来了 刷 刷 刷 松鼠在雪地上挖呀挖 挖到一棵饱满的橡石 啊 又一棵 春天来临前 松鼠有吃不完的食物 有些橡石没被挖出来 但也不会永远被埋没 这棵又高又大的橡树 就是好多年前埋在地下的一棵小果实 长成的 叭哒 叭哒 人们也会帮草地散播种子 种子跟着沾了泥巴的靴子去旅行 在毛衣上搭便车 在袜子上歇一歇 还有呼 跟着我们吹出去的气 飞进风里 风和水 鸟和动物 植物和人类 一棵接着一棵 大家把种子 种进了这座野地花园 好了 我们读完了野地上的花园 小朋友们找到答案了吗 种子是通过什么方式旅行 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呢 对了 它可以通过人和动物来旅行 比如说像这个苍儿 它就会呢 黏在人的衣服上 或者动物的皮毛上 跟着它们到别的地方 然后再落下来 还有就是 种子可以通过风来旅行 像这个 蒲公英 它就是通过风来旅行的 就像这样 还有就是 种子还可以通过水来旅行 一颗种子掉到水里 被冲到另一个地方 如果在另一个地方 找到合适它的土壤 它也会生根发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明卫 再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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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时候 说 再见 小朋友们下次见